再来看一下这一盆移了位置的猕猴桃 大家发现没 它长了很多侧芽出来哦 而且这个侧芽的生长速度很快 这边这个枝条 因为刚把它搬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嫩芽垂下来了 贴在了这个大理石上面 然后一暴晒那个顶芽 那个尖的就被晒伤了 然后我就把它给剪掉了 我发现剪掉之后 这一颗的侧芽是长得最快的 发现了吗 好多好多 而且我还发现底下 它底下长出来的一个侧芽 已经开始迁藤了 发现了吗 所以要想让这个猕猴桃 侧芽长得好 长得多的话 还得给它打顶 像这个没有给它打顶的 看到没 嫩芽那么健壮 然后它的侧芽的话 相对就没有那么多 然后底下也没有长侧芽 只有上面长得还不错 说明这个猕猴桃 它自身的这个分芽能力 还是挺强的 我就做一个实验 一个继续让它打顶 另外一个我继续不打顶 看一下到时候 到底谁长得更好 将来都ağı能tera 比赖炎 ヒット 30分钟 chicos 蜜玉 了 我现在转没有 它的 electricity 彫常 开